大家好,我是阿菊 上一期当中,莲子一个人来到家带的宵夜摊 还郁郁寡欢地说,今晚不回去了 他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 听到莲子的诉苦,家带安慰他说 家务这种事情多做做就会熟练了 莲子听了他的话,顿时没开眼笑 当场就认起了老师,请求家带教他做家务 之后,家带每天的工作就多了一项 那就是带徒弟 他教会莲子晾衣服的时候要拍一拍 这样衣服就不会皱 切菜的时候,左手要稍微卷起 按住之后才更好切 还教莲子做出了美味的料理 莲子对自己的成果很满意 还拜托家带,经常来他家里教他 但想到家带工作这么辛苦 又有些担心他吃不消 家带却表示,忙一点才好 这样他就会没空去想玉米 村刚平佑和家带一样 依然对玉米的死难以释怀 这种伤痛只能随着时间自愈 别人想帮也帮不了 莲子在家带的帮助下做好料理 正说着会不会被婆婆发现 婆婆就出现在厨房门口 听见莲子说自己在跟家带学做料理 婆婆没有多高兴 反而挖苦道 莲子想要解释 自己从没那么想过 婆婆却只觉得他在找借口 打断了他要说的话 随后拿起筷子 尝了一口做好的料理 只是这小小的一口就征服了他的味蕾 原本一脸不悦的他面露喜色 转过身拜托家带 今后多教教莲子 莲子听到他的话很开心 虽然婆婆嘴上没有夸赞他 但这样子已经算是对他努力的认可了 另一边 花子在给孩子们讲王子与乞丐的故事 英智人拿着设计好的单行本封面过来 问他觉得如何 花子和孩子们都很喜欢 晚上家带回到家 花子便立刻拿着封面去给他看 本以为家带会为此感到高兴 家带却一脸低沉的说 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 看样子家带很反对这件事情 这让花子也迷茫起来 不知道是否该继续做下去 第二天 莲子听了家带的话 在擦地板的时候 往水里加了醋 地板果然变得好擦很多 莲子一边擦一边感叹 这方法的神奇 却突然发现家带正在出神 莲子问家带发生了什么事 家带这才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花子和英智想要实现玉米的梦想 他们打算制作王子与乞丐的单行本 原来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 花子对此却一无所知 此时他在家里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加纳传著突然来到花子家 想请他帮忙翻译一封英文信 花子看到信的内容有些难以启齿 却还是硬着头皮念叨 听到这里 加纳传著突然激动地阻止了花子 两个人都有些尴尬 加纳赶紧解释说写信的人是他去神户参加博览会时遇到的金发舞女 这一话题就这样尴尬地被接过 加纳看到屋里摆了好些书 便问花子是不是又打算写书出书 花子说出了自己的犹豫 加纳虽然不识字 但他知道莲子在读花子的书时心情是最好的 那么其他人肯定也一样 书这个东西会让阅读的人如在梦中 东京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会有更多人在等着你的书 加纳的话给了花子力量 花子正感动的时候 加纳传著突然凑近他说 听起来的事 花子被吓一跳 还以为他会问什么大事 没想到是问莲子的近况 花子如实告诉加纳 莲子和公本组建了新的家庭 莲子也和寻常人家一样 因为婆婆吃了不少苦头 加纳是想知道莲子过得好不好 听完花子的话 便不再多说什么 那天晚上 花子家送走加纳 又迎来了提胡 提胡因为从出版社辞职 去采访莲子私奔事件 和他的父亲大吵了一架 然后也离家出走了 无处可去的他 只好来到花子家借助 这下这个家里可够热闹了 提胡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放弃 反而更加坚定了 要采访莲子的决心 他来到莲子家 对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莲子以为他跟之前那些记者一样 便让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提胡却说 之前那些报道都是假的 他要写出事情的真相 听到他这么说 莲子才答应接受他的采访 两人正聊得兴起 婆婆突然冲进来说下雨了 催莲子赶紧去收衣服 还让提胡也去帮忙 两人急忙冒着雨 手忙脚乱地去院子里收衣服 雨后 英智陪着小布在院子里吹泡泡 花子拿着那本封面 来到英智身边告诉他 自己决定还是要出版那本书 英智有些顾忌加大的想法 花子告诉了他加纳传著说的话 也说了自己的想法 英智沉吟过后 终于和花子达成了一致 提胡知道了花子的决定 替他感到高兴 但花子还不知道 这件事能不能成 资金的问题到现在 也没有解决办法 提胡听了后想了一下 有了个不错的主意 他让花子考了一些曲棋 然后邀请了他们 在修和女校的几个同学 来到花子家做客 一群小姐妹难得聚到一起 不由的都说起了自己的近况 地震后面临的情形 让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迷 花子更是感叹 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最开心 其中一个同学听后 见大家都沉默不语 便笑着说 要是花子这话 被布拉克巴恩校长听到 是会被斥责的 大家此时似乎都想起了 校长的训导 齐声念了起来 念完后 大家相识一笑 气氛轻松了不少 提胡趁机提起 邀请大家来的正事 原来他之前在信中 已经告诉了同学们 花子想要出书 却资金周转不灵 大家每人都拿出了一个信封 想要出自己的一分力 花子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了 但他却表示 不能收大家的钱 同学们只好换了个说法 说这钱就当作是他们的投资 以后他们买出版社的书 一律优惠 花子听到他们把话说到这份上 便收下了大家的心意 晚上花子跟英智说了这件事 几人的话被家带听到 对此他似乎还是不能接受 几天后 加纳传作再次来访 还带来了很多礼品 说是对前些日子 花子帮他翻译书信的回礼 送完礼 加纳就准备离开 却在花子家门外偶遇莲子 莲子主动邀请他和自己喝一杯 可能是莲子的举动 太出乎加纳的意料 他反而莫名有些好笑 两人来到加带的小摊 看到这两个人一起出现 加带紧张的全身发抖 他也不敢说话 默默为两人道好酒 莲子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 他说 花子和加带曾经都赞扬过加纳 而加纳却说 他曾以为没有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但是到了这把年纪才终于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金钱无法买到的东西 只有一件 说完加纳就要结账 莲子赶紧拒绝 说要自己来付钱 他想用自己挣的钱招待他一次 见他坚持 加纳只好作罢 他的大男子主义 最终还是败给了莲子的小执拗 加纳问莲子现在过得幸不幸福 得到莲子的肯定回答 说着说着 两人都渐渐红了眼眶 经过这一番谈心 之前的那些不愉快似乎都释然了 临别的时候 加纳在莲子额头上印了一文 算是正式跟他 跟这段感情告别 随后 故作潇洒地离开了 两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一起喝酒的一幕 正好被公本龙一看到 告别了加纳 莲子来到花子家 跟花子说了刚发生的事情 这时 英智却扶着喝醉的公本 亮亮呛呛地冲进屋里 原来 他在从工地回来的路上 被公本叫去喝酒了 公本看到莲子和加纳 一起举为畅饮 还以为他是对现在的生活状况 感到失望 想重回加纳的怀抱 喝醉的公本 根本没注意到莲子也在 自顾自地嘟囔着心里话 直到莲子叫他的名字 看到莲子 公本愤怒地质问他 为什么要跟加纳去路边摊喝酒 既然这样 为什么要跟他私奔 英智拦住了有些不受控的公本 随即表示 他理解公本想喝闷酒的心情 你旁的花子听后 不由地失笑 这才替莲子解释道 莲子也在一边告诉公本 他从来没有对现在的生活状况 感到失望 虽然总被婆婆训斥 但他会好好努力 获得婆婆的认可 误会解除了 这三个人之间的纠葛 总算尘埃落定 经过醍醐的多方奔走 花子收到很多同学寄来的钱 为了能够尽快成立公司 花子和英智也结衣缩食 不断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着 终于有一天 花子收到了加纳传著的推荐信 原来 加纳帮忙打通了银行那边的关系 他们顺利取得了 住钱银行的融资 拿到融资的那天 英智和花子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跟村刚平佑和加代 分享着一好消息 加代听到消息 却还是高兴不起来 他神色忧伤地离开客厅 在路过院子的时候 不经意间 看到了院子里盛开的雾旺草 那是属于加代和玉米的记忆 过去 玉米每次到咖啡馆 都会带给加代这样一只蓝色小花 有了足够的资金支持 英智和花子很快买了一台印刷机 在自己家院子里成立了工作室 新公司取名为清领社 挂牌这天 英智和花子鼓到了半天也没挂好 村刚平又忍不住说他们 不就是丁块牌子吗 你们要弄多久 听了英智和花子的话 村刚平又顿时来了劲 似乎以前那个多名葛先生 又回来了 花子和英智在报纸上 刊登了预定广告 还在家里安装了电话 这天电话铃声响起 花子接起电话 接线员却提示 电话是从贾府打来的 打电话的正是小五和潮市 小五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着调 调笑花子 居然神气的在报纸上打广告 话筒很快被潮市抢了过去 潮市恭喜他们新公司开业 还说自己要预定一本国王与乞丐 潮市话还没说完 小五就抢他手里的话筒 说电话费很贵 让赶紧挂掉 花子被这两个活宝弄得酷笑不得 不过他们终于迎来了 第一位预定书的人 接着清领社就紧锣密鼓地运作起来 王子于乞丐单行本出版了 他们终于完成了玉迷的心愿 夹带看着书 看着匪业上的献给玉迷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不知道他心里的时间 何时才会开始流动 于委员先生约定的解稿日这天 花子正着急忙慌赶着稿子 家里却来了两位客人 校长和富山老师 两人这次来是因为花子的书 原来修和女校也有不少人在地震中遇难 之前富山老师也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是花子的这本书让他恢复了精神 看得出来 校长和富山老师都由衷地为花子感到自豪 花子也一直将校长的真言谨记于心 他说自己永远是他们的学生 几人正说这话 委员先生来到了花子家 委员先生和富山老师见到彼此都有些不自在 富山老师更是连忙跟花子告辞 屋外两人匆匆朝前走去 委员先生却追了出来 叫住富山老师 富山老师停住脚步 转过身来 委员先生却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 还是富山老师先开了口 说红色每一期他都读了 他问委员先生 不出新的一期了吗 委员先生只好告诉他 葱文堂被毁了 他回到了之前那个出版社工作 接着也许是经历过地震之后 两人对一些事情都看开了 终于向彼此表明了心迹 富山老师终于不再逃避了 两人很快会再见的 那天下了一整晚的雨 夹带在玉米的移向前坐了一夜 玉米留下的手表一直陪伴着他 第二天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 夹带来到院子里 看到满院子的乌旺草向阳而生 他忍不住蹲下来细细打量 花子也被这些小花吸引过来 蹲在夹带身旁 夹带感叹时光 还是在不停地向前 脑子里回忆起关于玉米的点点滴滴 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 看着院子里的姐妹俩 存刚平又告诉英智 那是玉米最喜欢的花 英智问父亲 那些花是不是他种的 存刚平又没回答 算是默认了 花子摘下一只雾旺草 像曾经的玉米那样 将它插到夹带发间 对他说 此刻夹带身上 本来已经停止的时间 再次转动了起来 自从夹带放下心里的枷锁 已经过去了两年 小布都已经快五岁了 今天是夹带的小店开业的日子 一大清早 花子就追着小布 要给他换衣服 面对这个 调皮韧性的儿子 花子有些束手无策 夹带的小店 名字叫时光咖啡厅 就像夹带给人的感觉一样 这家小店看起来也很温馨 玉米的手表 一直被夹带珍藏着 今天 他也将它带来了店里 和一盆乌旺草放在一起 原本已经停止转动的指针 正滴答滴答地转动着 好不容易给小布收拾好 花子正对着镜子捣吃自己 小布便急不可耐地跑来催他快点 催完又像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花子赶紧叫道 小布问妈妈 Darling Boy是什么意思 花子解释说 就是宝贝儿子的意思 花子家是第一批来到时光咖啡厅的客人 随后 莲子和龚本一家子也到了 纯平已经长到和小布一般高 龚本怀里还抱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是个女孩 取名富士子 寓意成为像花子妈妈那样温柔的女性 最后提胡也来到了店里 人到齐后 花子给夹带倒了一杯酒 让他跟大家讲几句 夹带有些紧张地举着酒杯 站到众人面前 对大家今天的光临表示感谢 所有人都举起酒杯庆祝 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 接下来提胡也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好消息 他写的以莲子试剂为基础的文章 从去年开始在文艺东洋杂志上连载 目前已经出版成册了 提胡的文章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也多亏他写了莲子的故事 莲子得到了一份写小说的工作 一旁 村刚平又听了他们的话说道 最后一句话是对英智和公本说的 两人听后多少有些尴尬 花子难得和朋友们聚在一起 谈天说地 今天他特别开心 看着手里的酒瓶感慨自己 已经很久没喝第三杯酒了 这句话却把其他人吓得不轻 纷纷叫他的名字 看到大家反应还是那么大 花子顿了两秒 花子这一转头 却看到小布正带着纯平 在店里的墙上画画 花子赶紧上前制止 并让小布跟家的道歉 然而直到他们回到家 小布也没有跟家带说对不起 花子想要好好教训教训小布 却因为英智而作罢 英智老是惯着小布 花子一个人坐在那儿越想越气 同时还有一个人也很生气 莲子和公本一开心忘了时间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等着莲子做晚饭的婆婆勃然大怒 公本护着莲子数落她母亲 见婆婆这么生气 莲子也不敢再耽搁 赶紧忙活着给她做饭 夜里花子正在翻译着稿子 突然听到小布在唱歌 花子问那是什么歌 英子告诉花子 是小布自创的 小布称之为宝贝之歌 看来是白天花子说的Darling Boy 给小布留下了深刻印象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第二天 花子工作间隙 发现小布不在屋里 出去一看顿时血压飙升 小布正用粉笔在外面的地板上画画 小布还想求表扬 他告诉花子 他画的是王子和汤姆 没想到花子不但没有表扬他 还让他在爸爸回来之前赶紧收拾 免得被爸爸教训 小布少爷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见他说不要随后蹲到一边闹脾气 见状花子恐吓道 英智回到家 看到眼前的一幕血压更高 花子带着小布 母子俩一起在地板上涂鸦 不过他的怒气没维持多久 很快就被拉着加入了犯罪行列 到最后花子和英智甚至比小布玩得还开心 八月的某一天 家里的三位男士聚精会神的作者晴天娃娃 在看屋子里也挂满了晴天娃娃 这时贾府的外公外婆也来到家里 外公吉平还带了一个大西瓜 原来一家人第二天准备去海边玩 做这么多晴天娃娃 是为了祈求当天不要下雨 然而天不遂人愿 大雨说下就下 眼看是去不成了 小布很沮丧 又哭又闹 几个大人拿他没辙对他说 而他说的去海里游泳 不过是在家里营造去到海边的氛围 野餐的食物 太阳帽 泳衣 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 接下来就只差想象力了 他让小布闭上眼睛 想象眼前就是大海 今天天气很好 阳光明媚 海浪一波接着一波涌来 花子还让大家闭上眼睛 一起来想象 所有人都很配合 除了村刚平友 他见其他人都闭上了眼睛 看着他们的眼神 像是在看憨憨 小布也没这么好忽悠 说这里可是我们家呀 花子自信心严重受挫 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还是一旁的吉平外公 反应迅速 小布对于去海边很执着 闹脾气回了房间 村刚平又对吉平和英智的表演 给出了中肯的评价 硬把榻榻米当成大海 的确是难为这两个 加起来快一百岁的男人了 后来小布怎么劝也劝不好 让花子头疼不已 另一边莲子家 村平从外面玩耍玩回来 就拿起点心来吃 却因为没洗手被奶奶训斥 奶奶刚骂完她 就夸起一旁熟睡的妹妹 村平听到后 回头看了一眼妹妹 不知道在她幼小的心灵当中 此时闪过什么样的念头 之后村平问起奶奶 她小时候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 奶奶怎么回答得上来呢 莲子告诉她 奶奶不知道她生下来时的事情 纯平问为什么 莲子却没有回答 她想不出合适的说法 来向年幼的儿子解释 当时发生的事 这边又一次来劝小布的花子 听儿子说讨厌下雨 她突发奇想 又创作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云朵的 一片云朵从海上飞到空中 听到地上的人们请求她 变成雨帮帮他们 云朵变成雨自己就会死 可为了帮助人类 云朵最终还是选择牺牲自己 小布听了后 决定不再讨厌雨 因为那样的话 云朵就太可怜了 那天小布就这样 被花子的故事劝住了 花子跟她约定好 下个周日带她去海边 好不容易来一趟东京的 吉平夫妇 也到佳代的咖啡厅 看了一眼 女儿这么有出息 二老很是欣慰 但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她 吉平问佳代 是不是已经放下了玉米的事 佳代回答说 傅氏听后却很心疼佳代 花子将已经完成的稿子 交给委员先生 同时又收到了新的翻译任务 浙江任务要在十天内完成 虽然跟小布约好 周日要去海边 但花子还是接了下来 然而就在接下来的日子 却成了花子一生中 最痛苦的岁月 究竟她会遇上什么事情呢 我们明天再讲 喜欢的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